Reed 你如何看这三间公司的业绩呢? 譬如我们不少入问题的投资者都会觉得 内银也是一些高息股的选择之一 你又看完它们今年上半年的业绩之后 你又建不建议在现水平去吸纳呢? 我是中性的 因为高息股 大家知道内银每年花了只息而已 不用急排它 就是年底 起码是明年五六月才收息 那你想想 还要等一整年的事情 明年才说 那从业绩来说 你说内房对这几间银行影响大不大呢? 可以从数据上看到 业绩出来就不是太大 因为比如说 在刚才提到的不能太空比率 其实有些银行反而是下跌的 或者叫持平的 就不会太大增加 反而如果你说在这方面 最比较负面的情况 就是看到它们四大行 即是农行 中行 工行 工行 和建行 它们的核心一级资本比率 都比半年前稍微再降低了 即是说 对这四大内银行来说 其实影响性一定不会太夸张 也没有人会担心这四间会倒下来的 因为这四间实在太过有 以及规模实在太大 内房占它们的情况是有百分之 但是不足以令到结构性的一个衰退 或者影响性 所以如果单单从内房股 对内银股的影响来说 至少这四间内银股的影响性 是不太大 其实我们反而最担心的 其实我们一向担心就是 地方性银行 或者一些比较小规模的城镇 乡村、农村银行 比如说 刚才提到 核心一级资本比率 其实四大行大部分 还是保持双位数 大概在10%、11%楼上 但是 譬如说 几天前 有些个别的乡证银行 譬如有些 大家都不太知道 譬如是威海银行 977 他们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是由去年年底的9.35% 跌至到8.69% 即是跌破了9%这个关卡 其他一些小型银行 其实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都大概是在这个水平 当然 内内的监管机构要求 起码要5% 似乎还有很大空间 但是其实 我刚才说 威海银行 甚至乎重载区中原银行 中原银行在哪里 河南 是 他们这方面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跌幅都是比较大 所以反而关注这些银行 多于四大行有没有事 但是 挂分两头 我又不是很大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的股民 很少投资这些银行股 其实你看回他们的成交 都可能很少 所以我也不相信 有很多观众 会拿着这些比较少规模的银行股 所以 不相信 可能说 不太担心 会因为这样令到整个 香港股市的气氛大幅变弱 如果单看这些四大行股 即是说 要中规中矩 其实一向都没有什么惊喜 他们的盈利增长 大家都差不多的情况 他们的资争质素 亦都是不相伐众 其实没有太大的分野 所以我觉得 总结来说 我觉得今次 释出了 看好这些 对四大行股的股价影响 短期不会太大 是的 好 两个资料补充 刚才阿rit就说了两间 我真的很少留意 譬如一间威海银行9677 和中原银行1216 那威海银行昨天的成交 就只有一万股 就是成交比较少 所有人都不会太担心 大家都可以少留意 对了 不过问大家真的比较留意 譬如说 公行或者建行 现在的现水平去看 都有一百多利息 但是现价计的股息率 就是按照现在的股价 以及过去的牌息的情况 你觉得 未来的内房情况的发展 有没有机会 内营是为了救内房 而减少牌息 这个情况有没有机会出现 减少牌息 我觉得未必有很大可能 但是他们的盈利增长动力 反而是会减弱 你反过来说 如果你盈利增长减弱了 盈利少了 你自然牌息 实际更加少了 我不是减少牌息比率 只不过是盈利少了 所以令牌息实际的现金少了 这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呢? 其实在农行也说过 或者几间内营股 他们的正息差的压力 是加大了 大家都知道 内地是美国加息 但是内地是减息 所以对银行股 正利息收入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下行的压力 这方面会令到 正利息收入来说 是有些下跌的 还有大家都要留意 其实刚才我说的 那个业绩 他们在非利息收入 其实最主要是手续费 佣金 以及来自保险业务的收入来说 其实他们的增长动力 都是大大减弱的 这是和内地的经济息息相关的 股市息息相关的 就是股市成交约 看港交所致 自然的收益也会减少 所以其实在 除了正利息收入 受到正式差的影响之外 在非利息收入方面 其实他们这么多家项 比如在四大庵来说 在今年上半年 他们的非利息收入来说 最好的家 都是在说升房子一 农行 而农行一向在非利息收入方面 是占比最少的 所以其实它升100% 其实以1.1%来说 可能是基属问题 是 其次跌0.2% 最差的是39800 国银行 国银行 中行 因为它海外业务比较多 会受到海外的情况 会影响大一点 所以它跌了5% 所以看到整个 浪银行的盈利动力是真的减弱的 以及刚才我说的第一强调 我刚才在说正利息收入的息差问题 利息收入是两方面的影响 一个就是利率多少 就是我赚的息率多少 还有第二是什么 就是放贷量 大家如果有印象 其实近期的新闻都看到内地的贷款需求 尤其中长线的需求 是减弱了 因为可能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信心 是减弱了 令到投资开始稍微减弱 这个在贷款规模量方面 至少今年上半年看到 都仍然在增长 但是下半年情况又如何呢 这个市场都会比较观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内营股的盈利的动力 我觉得真的会比较牵弱 再引移到另一个刚才的问题 会不会派息会减少呢 我觉得不是派息会减少 而可能实际跟压方面 不会有太大惊喜给你们 好的 我们就持续留意着 因为事态的发展 都是在继续运行的 期待您的编续 在继续中期那儿